各位亲爱的朋友买东西你会选品牌还是选择品质呢 尤其是家里必备的热水器 它不只关系到你生活的品质 还关系到人身安全哦 因为像新闻我们都会听到一些空烧 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 真的很危险耶 尤其啊现在瓦斯费是不是又涨价贵得不得了 所以到底如何选一个品质好又安全 加上还可以有效节能的热水器 今天生活百分百跟你分享哦 热水器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设备 但是我们却很少详细的去了解它的构造 以及它可能潜在的危险性 台湾有间成立于民国53年的老字号热水器制造商 就替民众想到了这个问题 不但提供专业贴心的安装评估及教学 更从品质上直接为消费者把关 让消费者可以更安心 我们成立至今我们在民国53年炒创 民国57年正式设立了工厂 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我们也将近50年的光景 那这个部分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讲真的是实属不易啊 那我想品质也是一直是我们的要求 甚至我们里面所用的材质 我们绝对不会去动摇它 因为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特色 这也是兼顾说我们对消费者的一个负责 因为唯有这样的一个材质 我相信它才是一个安全上的一个保障 秉持着为消费者制造出更优质 耐用又安全的热水器设备 业者不惜成本将内部的各项结构 一一调整改善 不仅提高了使用年限 同时也降低了瓦斯外泄等潜在的危险性 使用起来更有保障 一般市面上目前来讲的话 它们的内貌材质是用阿邦 所以它容易氧化生锈 我们这边表面处理是铁壶龙 所以它是防暑性 耐高温 所以它不会生锈 水箱来的话 一般外面上一般都是五分的盐管 因为盐的面积的话 它瘦热面积是二分之一 我们土盐管的话 它瘦热面积是三分之二 它的瘦热面积不一样 考课目前来讲的话 一般市面上因为成本的问题 它们都改为锂合金 目前我们的话 我们还是用铜合金 因为铜合金它是抗氧化 抗耐死 水盘方面的话 目前来讲 气氛围大水盘跟小水盘 像以前的话 它们都用这个塑胶材质 塑胶材质的话 你看这个这么轻 它容易氧化 然后就会破裂 其他的话 它这个是小水盘 这叫做我刚才讲的 介绍的水盘小水盘 小水盘 像我们的水盘是大水盘 我们的水盘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家的水盘 现在我们的中心就是比较长 比较大 所以最常见到都是外面这三种 对大部分都是三种 这三种是常见的 是是是 我们比较搞本就对了 对对对 搞本做这个这样的 对对 OK 不但在构造上花心思 所有的产品出厂前 都必须经过气密 水压 以及火焰均匀度的种种检验 层层把关 丝毫不马虎 而这也是业者坚持在台湾 生产制造的主因 就是为了确实的控管 每项产品的品质与安全 才可以给消费者最优质的产品品体验 企业的经营者 他的理念 他为了让消费者能够使用好的 优质的产品 他的零件 几乎全部都是台湾自制的 所以我们在台湾 我要买热水器 我一定买一个比较纯正的MIT 我不可能去买一个混血的MIT 收服务很不错 每次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只有 有一次是叫他来看 这样安装好不好 而已 其他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专业与热忱 不但让他们成为台湾第一家 通过国家检验的厂商 且符合政府节能环保的标准 获得国家品质金牌奖的殊荣与肯定 更深深的赢得了消费者的任务 但在这样用心成功的品牌背后 却是源自于一段艰辛的过程 业者靠着永不放弃的精神 创立了现在的新品牌 我们曾经也成为 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 那也成为热水器的代名词 那也因为 但却遇到了公司的一个组织的分裂 那面对公司的一个重整 我们必须自创品牌 然后重新再归零 那我们必须再重新的走出去 在消费者的心目中 我们是一个陌生的品牌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也是绝对不能再回头 我们只有往前走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生存之道 带着以往的经验与全新的思维 重新出发 要用实力向大家证明 他们专业以及好品质 未来业者也将秉持 研发更好的系列产品为目标 持续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贴心服务 为民众打造一个安全的居家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